你这个软骨头 只有我一个人跟父亲争辩 你怎么连话都不说 当初替大姐姐夺皮炎 投胡的时候大杀四方 那叫一个果断 如今是怎么了 在祖母那里养了几年 就变成这样的软骨头了 吴姐姐 你说了那么多 父亲可有一个自信了吗 我给你作证 父亲又有一个自信了吗 吴姐姐是叔父日子过惯了 可我打响就知道 形势比人强 无论怎么说 父亲都要信人家的 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你就是个软骨头 就你这样 就得为莫兰骑一辈子 本来咱们只是随便跪跪 你再多这样两句 咱们又要多跪上三日 何苦呢 让我忍清吞声 那不能够 莫兰这个小贱 颠倒黑白 我跟他事不良力 绝不罢休 吴姐姐 你听 外面的风声有多大 咱们要在这儿跪三日啊 你还关心外面的风有多大 莫兰姐姐 风大会冷啊 哦 刘妈妈 冒失症科了吗 还没有 还有半个时辰呢 官人把儒儿他们放出来 主军上朝去了 还没回呢 都睡了 都睡了 去看看儒儿他们 大娘子不睡 五姑娘也得睡 娘子 我妈妈 你跪着呢 她怎么睡呀 快点 快点 拿着 可得让她枪死快点 这多少只眼睛紧着呢 织婆子 这个家究竟还是我们盛家的 并不姓林 姐姐您误会了 误会了 我是说主军看着 什么事 好 来 老太太也真心狠 平日瞧着她多疼那名丫头 这她被打了两鞭子 跪了七八个时辰 老太太居然看都不来看 是啊 大娘子昨天一宿都没睡好 也难免 这老太太既不是官人的亲娘 自然也不是这六丫头的亲族女 能疼她到哪儿去 摆摆样子罢了 幸好当初老太太没把我如儿要过去 这要不然我这心里 还不跟尤尖一样 五姑娘是盛家嫡女 老太太肯定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 她爹都不疼她 难道她爹的嫡母反而疼她 母亲安好 你倒是逍遥啊 老是正可以的 女儿不敢偷懒 正要去叔叔读书呢 五妹妹呢 怎么没见着呀 忘记了 妹妹正在家中祠堂 侍奉祖先呢 这样也好 让妹妹找些教训 免得日后到了出阁的年纪 私会外难 丢了咱们盛家的脸 住口 那个小贱 母亲怎么这样沉不住气 看是日后 有的是要我妹妹七者的时候 林哉 不要误了庄叶舅的课 是 说 主君下朝回来了 他说什么了没有 吃 吃了林七哥 吃了林七哥 老狼也忒狠心了 虎狼也忒狠心了 五姑娘多姜嫩啊 还有六姑娘 也是老太太手上的掌上明珠 若是跪坏了 老太太可不和你甘休 无非就是小姑娘偷偷看了眼少年郎 这 段无也能看 元宵也能看 不妨识的 连孟夫子也说了 人少则慕父母 知好色则慕少爱嘛 算了吧 算了 你现在不好好教训教训 让他改改性子 日后会成什么样子 母亲是罪名是礼会管教的 她断不会责怪我 倒是明兰那个丫头 她罪是老实的 确实有点冤枉的 倒是那个如兰 明明做错了事还不认 偏要盘污墨尔 就让她一直这么跪着 可五姑娘还小呢 红郎应该多疼她 主母派人来了 说是请主君过去说话 快请她进来 就说马上过去 你倒是做起我的主来了 奴婢不敢 告诉她让她等着 我这儿扔吃饭呢 手上还有事 你这个人哪 就是太宽厚人词了 你这是死母多败儿 你的宽厚用错地方了 对孩子好与不好 这里可大有讲究 有好要赏 有错要罚 否则你跟害她 有什么分别 你的墨尔教得好 得让大娘子好好教教她的 如儿算是 鸿郎说的有理呢 主君说吃完饭还有事 要大娘子先等着 她完事就过来 在那贱人那屋里 自然是在那贱人那屋里 不然还能在哪儿呢 不然还能在哪儿呢 娘子 别气 她就是个以色试人的货 管家大权 不是还在娘子手里握着吗 主君正在气头上 等消了点气再过来 到时候娘子求情 也好说软话 实时没有想到 这书香门第 累势关幻 竟然宠妾灭妻 到如此地步 早知今日 母亲真不该答应这件婚事 我也不该嫁到这里来 好 我已经向下面的丫头打分过了 六姑娘 为山大人罚着贵紫堂 太太 大娘子派人去林七哥轿说话 只是主君还没有消气 不肯过去呢 大娘子给六姑娘配的药酒 我瞧了瞧 实在是不错 六姑娘也能少受些罪 大娘子她也算费心了 小厨房刚刚说 中午给六姑娘送去 她爱吃的白玉鱼羹 配碧玉饭 现在吃什么不打紧 去给她送两个好垫子 她不过是个陪榜的 跪那么规矩做什么 这孩子职场的实习业 那个都躺下了 她还跪着 去告诉她 别学那些不懂变通的酸父子 早些老太太还说 随她跪去吧 现在心疼了 去去去去 主君来了 这都中午了 官人真是贵人事多 这么多好事的 火腿莲子豆腐羹 好菜呀 替我添一碗来 我来添吧 这是金华过来的东西 这时节做更最好的 来 官人 官人尝尝咱屋新天的笋肝 世财彩环叫我说你有话 官人 官人宫室累了 外面又冷 吃口热汤茶饭 吃完了再说 不急 如若是说如蓝的事 娘子就别说了 如蓝也该受点教训才是 如蓝 如蓝要受什么教训 你家就是太教惯了 你揍得她无法不天的 我问一句 她有十句鼎呢 你哪儿还有半点 贵闷女子的工范呢 官人 你是她爹爹 她心里敬你爱你 受了委屈自然要跟你哭的 她是个娇滴滴的姑娘 跪了十多个时辰 那膝盖都是乌青乌青的 官人 你这次就饶了她吧 我本来只想让她跪三四个时辰 就算了 可她怕罚 偏要说是木耳推的她 你瞧瞧 这都会睁眼说瞎话了 这可怎么得了 让她跪上 跪个两三天自然就知道认错了 你说如兰不守规矩调皮捣蛋 那华儿守规矩呢 华儿自然是守规矩的 怎么说起华儿呢 谁家不羡慕我 有华儿这么个好女儿 当初你把钟情伯爵府 说得千好万好 结果下聘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你也说忍了 华儿嫁过去 天天被她那偏心的婆婆 折腾占规矩 到如今她那屋里 被塞了四五个小街 这就是你给华儿找的好牵势 华儿是华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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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就不算对华儿好了 那个原家别的都好 就那个伯爵大娘子 她偏向他们大儿子 看不上咱们家姑爷 这才折腾 他们原家的老伯爵 这那还是明事里的 你说卢儿就说卢儿啊 修扯这些闲话 华儿又体面又会持家 汴京富人中也是文明的 常百年纪轻轻就中了局 你那些同僚谁不夸当 难不成这两个孩儿 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 拉扯大的 我好歹是你三叔六厘 开着大门引起进来的正事啊 官人 官人 起来 起来 最疼的就是咱们的华儿 当初我那是担心结律 给他找的婆家 我哪知道原家 有这么个平心眼的狠婆婆呀 你说你说迎亲的时候 他装的都好 咱们都没看出来 来 好辣 来 坐坐坐 看你想想啊 要把咱们护影了 多好 沉稳实力 我家又谋了新城市高升了 日后搬出来 都是自然少不了玩的负回呀 官人 官人 你心疼华儿 也疼疼儒儿吧 我怎么就是不疼儒儿了 你 你怎么 你怎么这点势力 你这就是不明白呢 那永昌伯君娘子 是个最爱张罗婚式奄远的人 如兰明兰 在她面前试了大礼数了 你现在 你就怎么轻易就放过去 不教训教训 日后传扬出去 还有什么好人家来议亲 不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 燕姨 这些事平常都是应该是你 来张罗操心的 现在方人来要我多想 我真不知道你平时里 这是干什么之力 原来狐妹子这事儿 也是需要天分的 我是做不成的 找我给你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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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